民眾黨主席柯文哲近期是深陷三大案風波 那麼現在他又在被爆料 在台北上任內和威京集團主席沈慶京 見過好幾次面 不過都沒有任何的記錄 對此民進黨的立王世堅 今天也怒唱柯文哲一起帶你來聽 柯文哲他可能心裡沒什麼鬼 因為他這個人就是這樣 他認為他所有的要求都是要求別人 柯文哲所有的檢討都在檢討別人 所以他沒有要求自己 也不會檢討自己 他就大辣辣的 他覺得他最大 他就這個樣子 所以他這個死樣子 死個性 這次就踢到鐵板了 所以這種 這死一個又比較有 好可以聽到王世堅表示說 柯文哲既不做記錄 也不像相關的政風單位回報 甚至還支開市府的警衛人員 難免起人疑鬥 不過民眾黨議員也反擊 現在這起案件都進入司法程序 就近代檢方調查 要不是對方椅子放下來的 他也按下性質 否則我他如果東西砸過來 或者他人我揮拳過來 我一定讓他滿地亂爬找牙齒 回想這場會議 王世堅還是很氣 2022年和時任台北市議員李慶元 為了台志光 差點拿椅子互砸 當時在一場政黨協商中 王世堅和時任台北市議員李慶元 為了台志光監視器的 頻寬預算以及話速 炒到差點打起來 而王世堅甚至一度氣到 衝出門外 除了陳崇文之外 傳出有市府人士爆料 李慶元堪稱大陳崇文 護航得更誇張 而當時議會通過誕書 就是李慶元提出 但在議會除了王世堅 還有他很反對 李慶元他就堅持要把2枚提高到3枚 他說否則會監視器會有lag 有一些問題產生 不然的話200萬話數降為100萬話數 做事要拿椅子來扎王世堅 我認為反走過必有痕跡 不過李慶元也反擊 若此案有問題這些議員為何不在前市長 柯文哲提付議案時支持 為何要花大錢裝200萬話數監視器 然後用所謂財政紀律省錢為由 用2枚 結果運作影像品質還不如100萬話數的 其實王世堅和李慶元當面對決 不是第一回 先前民進黨發言人才批評要沉重問問都現行 藍一也呼籲就待檢調偵辦 據我了解並沒有第二個議員去被約談 那至於在偵辦過程中一些政治的工房抹黑 我看就不必了 為了台志光口角爭執不說 差點上眼圈五行也有 沒等到真相大白 繼續開戰 TV新聞是宏瑞楊佩宇 台語長報道 你裡面寫了七頁的廢話 只真的僅用監視器 最後一個測定作為 積極接洽的廠商接手 現在接下有幾家 我們接觸了三家 其中當然也有包括 大家一定知道的中華電信等 不滿蔣萬安的專案報告 台志光案看不到備援方案 尤其北市府4月8號發函台志光 解除北市警察局簽訂的監視器網路紫約 台志光終於回文 要求市府應該按合約 規定給付專案費率2100元 若沒給付全額搬出民法 還想收理席 我也絕不接受台志光的說法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一切依照合約 相關規定 而且我們4月8號已經終止合約 所以這個立場不會動搖 交案保證費率就是1761 但台志光態度也很強硬 接下來恐怕就會進入訴訟程序 不只台志光沒搞定蔣萬安到議會 也報告大巨蛋 北市科 金華城等4大案 令營再批蔣萬安 狀況外 你的兩個局長去跟人家談地上群的儀仗 談的結論就是按照合約來講 就按照合約走 我沒有看到任何的會議紀錄 送上桃花木劍 要蔣萬安斬腰除魔 藍綠劍指柯文哲任內3大案 但本人不以為然 公三大案會覺得是政治的攻防操作嗎 不然他們也沒事做啊 格洪在唱藍綠議員 而前一天也有藍綠議員 大酸碰到柯文哲這市長 真是倒大煤 三大案焦點又激化不少情緒發言 TK市長的許芳瑜 宣容楊佩宇 S&T台北報導 退動改革民生做主 現身監察院前舉部條喊口號 民眾黨宣布 吾爾林總統就職前一天要號召民眾 到民進黨中央黨部前封接集會 因為綠營執政八年說好的改革 而仍在原地踏步 只是現在賀文哲不只金華城 北市科台志光還冒出萬華 第一果菜市場以及南港BOT 五案纏身 就被質疑這519集會 是在轉移焦點 就連妻子陳佩琪表示 自身能力已經不符合北市衛生局要求 而萌生提早退休念頭也遭到質疑 是要連結台北市長蔣萬安施政 來幫柯文哲轉移爭議 陳佩琪雖然是我的太太 不過長期來大家也知道 她是一個非常獨立自主的女性 你知道 還是那句話 她言論就代表某一位國民的言論 但是她是一個具有專業性的 一個專業人員講的話 對於陳佩琪想退休 台北市長蔣萬安表示尊重並祝福 現在柯文哲號召巧民動起來 要民進黨政府政策改革不要永遠 只在路上指示著記者會開始之前 場面一度混亂 獨派團體台灣國理事長出現 民眾黨上街踢館 記者會還沒開始就先被踢館 TVB的選劉宇俊仲宣台北採訪報導 動不動把人家叫戲 只是在作秀而已 議會北市科調查小組拍板 把他列入約詢名單 柯文哲不滿也不以為然 加上金華成案 民眾黨也喊這樣一來 是不是該把前前市長好龍斌叫來 他一個觀眾的民眾的質疑 他都沒有回答 所以整個的記者會 我覺得他只是要轉移焦點 認為柯文哲要全身而退 必須先解釋到位 但柯文哲再反嗆 台志光最該查 他自己那個台志光 他才是 台志光那個約都不是我簽的 當時我就很想處理 可是問題是約簽在那裡 那費率為什麼高於母約這件事情 柯市長的決策過程 我覺得應該要做清楚的說明 前後市長槓上 還有民眾黨前中安委員 張益善爆料 三大案指控都是來自好龍斌 綠營只是配合監督 那同黨的蔣萬安知不知情 在議會 不分黨籍所有很多的議員 都非常關鍵提出了質疑 我們是否立場跟態度非常堅定 而且一致 執政在台北市議員 鍾小平又爆出第四案 指控柯文哲任內果菜市場改建 讓中華工程減相發包 涉及官商勾結 因為中華工程也屬於威京集團 我們要去告發他土力 要告要告沈慶晶 要告柯文哲 要告彭震生 要告浪費公堂 給他一千多萬的規劃公司 竟然規劃出這樣的案子 而且來綁這個財團 這很奇怪 為什麼老是每個人懷疑 在土力國民黨的中常委 其實是遇到疫情期間 營造物價突然上漲了20% 所以原編預算都蓋不完 憲任市長蔣萬安 還有問題就調查 憲任後的柯市長持續被藍綠夾殺 TVB新聞是由梁佩玉 台北常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